哈喽大家好,我是道哥,这两天呢就确实有点忙啊,一直在接待我们宜兵过来的两位老总啊,带他在我们县城里面转了一下啊,他们也相当于对我们三台县进行了一个考察啊,目前呢就是已经到了签合同这个环节了啊,因为他们 他们是业内的行家啊,在整个商台了解情况之后,还有我们商台的餐饮业也是非常的繁荣啊,后续呢就是过几天超哥会去移宾进行七到十天的学习和深造啊,到时候也会带着这个合同去,因为我们要先把这个合同请朋友再看一遍,看了之后到时候到超哥过去就把这个合同就给搞定啊,合同签了之后,等超哥 嗯,那装修好之后,我们就可以正式开业啊,等我们开业之后呢,酒厂那边也会派人下来对我们进行一系列的扶持,包括派一些 啊,销售精英过来对我们指导,把我们在 一些餐饮店啊,酒店啊进行线下的铺货啊,到时候我们也会组建我们的团队,销售团队啊,是以超哥为主的销售团队在穿梭于每个酒店餐馆餐饮业 啊,之间啊,来,嗯,把我们的酒给他们品一品尝一尝,慢慢的把这个市场打开啊,要签合同,要投资做生意,就是需要资金啊,嗯 又要向我老婆要钱了啊,哈哈,这一次要的数目还不少 加在一起20多万啊,这个应该是我人生以来最大的一个投资啊,我记得以前在温州做工厂的时候,我们一个人也才投资了十几万啊 这个铺货啊,前期啊,这个投资是非常大的啊,大家都知道到个前期就投了一个农场啊,农场那边现在正在搞建设,还才一两个月就花了十几万啊,这次又要 又要花这么多钱,我不知道文学到底是什么反应啊,文学正在直播啊 哈喽,哈喽,我回来了,你去哪了呀,我刚刚出去了一个,这几天有点小忙,嗯,哎呀,老婆,你今天好漂亮哦,哦,天哪,觉得这个衣服太漂亮了,这样子讲话的吗,讲得我怎么切,我都觉得我要对你温柔一点才行,啊,谢谢你,真的,今天穿的好漂亮哦,你这个鞋子也好漂亮哦,哎呀,我们的马丁靴,这边全是, 我这会儿再来跟我的家人们直播,就是说,这个马丁靴,到了一百双,大家可以尽量去拍,都是现货啊,哈哈哈哈,这个爪子哦,今天,这真的好看,这家,感觉有点翻场了呢,啊,这个毛也好看,家人吗,今天文学是,今天文学皮肤也好,这个妆画的也好看,真的,而且这个头发,砸的,砸的也好看, 哇塞,这是马丁靴,一些人都到了吗,对,已经到了,真的到了,那个38码的,很多人都在问38码的,有,今天有, 你把我整绳了,那你,你什么时候下播啊,我,我还早呢,还早啊,怪有事情跟你商量一下,什么事情,文学自己在穿,我马上给大家展示一下, 这款靴子的话,它的鞋型非常的小巧啊,然后,尺码是正规尺码啊,家人们,最重要的是,它鞋底啊,超柔超软,这个鞋底穿起来非常舒服,和我们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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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什么材质的啊,什么用镜啊,圈皮的一个材质,这是圈皮的啊,它整个设计是一个侧拉链的啊,侧开拉链,把它拉开之后,看一下里面,啊,全部加绒啊,全部加绒啊,全部加绒, 有事情,什么事情嘛,我们要,嗯,刚才,跟李总还王总已经好好了,我们要签合同啊,对,三十八嘛,还有啊,嗯,签是,签合同,我们要开始,突破了,需要资金,有钱是哦,好多钱吗,嗯,有什么不好说的呢,你认真做事,我觉得,啊,只要你的想法到位,你的计划, 啊,规划,这些,你能,能那么大,就觉得可以啊,二十万左右啊,是啊,这边开个服装店都没有到二十万,这边多棒啊,我觉得,你说起来的,也是我那边,这个是做的最大的一个生意,应该是,是不是,嗯,想起来,你老婆以前开服装店的时候了,刚开始,不是很很简单,很,很简单单的就弄起来了,嗯,然后自己没有做起来的时候,也是和尚的少,对不对,现在只是说, 我们没有做这个私利了,哎,参加园一工,不够了,反正你就越主越大了,这个就是千七个市场,知道的吧,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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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嗯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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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嗯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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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